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 爱情就像是一个赌桌 站在这两个桌子两端 赢到最后的人 一定不是急吼吼缩哈的那一位 而是不紧不慢 一步一步出牌 最后逼得对方无牌可出 弃子投降的赌神 赌桌上 当你渴望赢下所有的筹码的时候 你已经输了 爱情里 当你把所有希望都压在对方 总有一天也会同样爱你的时候 你也已经输了 我认识一个姑娘 一个在99%的女孩心中愚蠢透顶的姑娘 她喜欢一个男生 是那种肉眼可见的 很喜欢很喜欢 她会给男生送便当 送早餐 送各种各样 自己编织的小玩意儿 男生出差的时候 她会像个老妈子一样 叮嘱这个 叮嘱那个 男生下班的时候 她会像个孩子一样 期待着和她一起去吃个晚饭 爱情是令人盲目而神奇的 她能够让你上一秒像个40岁的成熟女人 下一秒 又回到18岁 一脸春光烂漫 姑娘并不年轻 也不是第一次谈恋爱 我认识她的时候 她是学校里的乖乖女 学习成绩不是特别好 但是从来不干出格的事情 高中的时候有个男生会喜欢她 站在篮球场上向她表白 被她红着脸拒绝了 我们都以为能够像对待一道袋树体一样 在爱情里找到最优解 但事实上 不过是那个你认为值得赴汤导火的对方 还没有出现 认识现在这个男生的时候 姑娘已经二十有八 不再年轻 在所有人都憧憬爱情的双十年华 她勇敢地拒绝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满腔热血 但是在所有人都不再主动的年纪 她却成为了为爱奋不顾身的三十岁的女人 爱情的世界里势均力敌的 永远不应该是博弈与较量 而是两颗鼻子真诚 不断靠近的心 男生不算温柔帅气 也没有体面地让人挪不开眼的工作 工资不高 有车没房 才异乡打拼 不是那种所有女生都爱得高富帅 但是却让姑娘一眼着迷 而幸运的姑娘虽然冲得莽撞了些 但是她的爱情并没有所托非人 人生中最好的词语 不是大火全盛 而是虚惊一场 爱情里最好的词语 也不是一见钟情 而是两情相悦 我问过那位姑娘 为什么高中的时候能够勇敢地拒绝 那场篮球场上的惊天表白 长大了就愿意为另一个人全面投入 姑娘支支吾吾了半天 还是说出了事情 高中的时候她并不是对那个男生全无感觉 只是当时场面过于尴尬 所以礼貌性地拒绝 但是让她没有想到的是 一朝后 她就在放学后看到那个男生牵起了其他女生的手 而这次 姑娘笑得面露幸福 有时候 最真实的情感并不是藏在言语里 而是来自行为举止的方方面面 我只记得她和我在一起后说过一句话 姑娘笑着回答我 她说她并不是被我的真诚感化 她只是在等待 等待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彼此的感情不再是一边倒的状态 而是势均力敌 爱情的世界里 不存在谁吃了亏谁占了便宜 也无所谓谁主动 谁被动真诚 感情本来就是 值得被每一个人认真对待的 像美好 不是吗 感情本来就是 再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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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熟了 只说很好 很好 他对你好不好 你说很好很好 你爱上的人 是否也爱着 这一段爱纷纷和和 你怕一个人 被孤单笑着 孤注一直一遍一遍 你像个孩子 以来一些希望 但藏不住的伤口 太长太强 不是一个人 至少还有我 肩并着肩到老 到老 记得吗 答应我 你会很好很好 算了吧 别傻了 要你很好 你爱上的人 是否也爱着 这一段爱纷纷和和 你怕一个人 被孤单笑着 孤注一直一遍一遍 你像个孩子 以来一些希望 但藏不住的伤口 太长太长 太长 不是一个人 至少还有我 肩并着肩到老 到老 我爱上的肩并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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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